关心健保费率要如何调整 这攸关着每一个人 今天健保署就汇整出了12个试算的方案 还要再加上健保委员也有两个方案 将在明天一起提交给健保会来审议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审议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二代健保 自从加征的这个补充保费以来 原本这个健保安全准备金呢 法定是需要1到3个月的这个基金 但是现在已经有多达4.5个月可以足可以支应的 那么既然要让健保永续经营下去 又希望能够调节现在已经超过的这个金额 要分年分摊到以后去 所以费率就有必要调整了 在现在的这个各项提出来的方案当中 有的是要周期性的调整 分成三年和五年不等的周期 安全准备金也分别定在是三个月两个月 或者是一个月 另外还有些方案是希望能够用逐年调整的方式 也就是把费率和收支要联动 上下调幅不超过5% 那么我们再来看试算看看 以现在所提出来的那么多种方案当中呢 一般保费费率最低的会定在4.41% 最高是5.20% 而现行的健保一般费率是4.91% 在这之间 方案当中最低的补充保费费率是1.8% 最高是2.12% 而现行的补充保险费率呢 是2% 也是在这中间的 那么试算了这么多 我们看健保费率 到底结果是会升还是会降 明天就会有进一步的结果 在医院看病拿药 台湾因为健保给付 让民众的支出得以减轻许多 而健保署即将针对105年度的健保费率机制 在20号进行审议 会降还是会升健保署的发言 相当保守 根据健保署跟委员的建议 总共四算出14个方案 其中八个维持在4.73% 四个维持 有两个会直接升到5.06% 甚至是5.20% 虽然费用有针对逐年跟周期来做调整 但健保署坦言逐年的计算方式 到了106年开始都会逐步破5% 费率每年都会往上调 很快就会碰到得修法调整的6%的屋顶条款 健保署强调没有偏向哪个方案 不过如果选择周期调整的方案6 费率定在4.91% 第二个周期一次谈升到7.5% 民众的波动感较小 我们是希望当然就是不要动 我们也很纠结 现在到底是说要逐年来调 还是说要稳定的费率 然后一次调升会跨 比较高的部分 针对健保费可能调整 督保盟的发言人腾熙华反批 试算这么多方法都像是在恐吓人民 健保费率的升或降 最快20号就会出炉 官员们私下评估 得看委员们有无共识 一般来说不会进入激烈的表决 激励最高的是 选出两个最有可能的方案并程 再交由行政院会核定 优电TV有传话台北报道